大家好安 我是盛友 我目前在JetBrands 擔任技術傳教士 我平常工作就是在做JetBrands ID的推廣 跟Calling程式員的推廣 今天很高興可以到JC.com來跟大家分享 Compost for Desktop 這個是由我們Calling團隊提出的一個 像是開發桌面軟體的一個新選擇 在開始之前我想先做個快速試調 在座各位是寫Android的可以舉個手嗎 有在寫Android 在寫Android的朋友裡面 你們UI的部分是用JPG Compose的可以舉個手嗎 沒有啊 好 等一下我們會講一下JPG Compose 另外我想再問第二個問題就是 現場有沒有人還是在寫 Desktop寫桌面軟體的 有嗎 寫各種Windows Frame 沒有 咦 那為什麼大家會想要來 OK 好 那通常在寫這個Windows的時候呢 你大概會用可能是用Swing 或者是用JRFX 那這可能是大家之前聽過的一些Solution 那今天我想要講的就是用 JPG Compose 把它移植到Desktop上面來的一種方式 那這是今天想要講的主題 我們先來看一下Compose的發展史 其實大家假如有接觸Colin的話 那你可能會知道就是 在2017年的時候 Google I.O.就講說 Android開發支援Colin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你會發現Colin有個爆炸性的成長 那是第一次的時候 很多AndroidDeveloper就開始轉成 用Colin來做開發 那在同年的同一個差不多那個時期呢 這個Android團隊其實他們一直想要改變 他們寫UI的方式 那假如各位有接觸過Android的話 他們原本寫UI是用XML的方式來定義 那你可能用FindViewByID去抓到那個UI 然後去改變它的State 那他們覺得這樣的方式可能不夠現代 所以他們希望可以用一個更現代的方式來做 所以那時候Jim他帶來他的團隊去開始著手 做這個新的所謂的JPEG Compose的一個UI Library 那他們透過的方式是透過 在用Colin的這個Compiler的一個 這個Compiler Plugin 當你在寫程式碼的時候 你加了一個annotation 他就會在Compiler的時候 把它變成一個Composable的一個原件 然後讓你做到所謂的Decorative UI 那從他們開始做這個東西之後呢 我們Jbrand也是一直提供他們在 Colin語法跟編譯器上的一些資源 那2019的時候 Google的Android團隊就決定要用Colin優先 也就是說用Colin當成寫Android的首選語言 那從那個時候開始 那Colin的這個爆炸性成長是第二波 就是更多的Android Developers 開始換到Colin上面來 那2020的時候呢 我們在Jbrand這邊 Colin團隊的這個Colin Multiplatform 那個團隊的聽力 Nikola他那時候帶那個團隊去看說 在Colin的這個生態系裡面 有沒有好的UI library可以用 那他們看到JPG Compose的成果 他們覺得非常的適合 因為他本身就是用Colin來開發的 那所以他拿來做這個Multi Platform的一個 Library其實是一個非常適合的一個target 所以他那時候就帶了 Jbrand團隊呢 開始把JPG Compose移植到 所謂的Desktop跟Web這兩個領域 那2021的時候呢 JPG Compose算是成熟了 所以他們發布了1.0版 那在這個發布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Jbrand一直跟著他們的Stable版 去把它porting到Desktop跟Web上面來 所以在同年的12月就是我們 Compose Multiplatform 就也跟著發布1.0版 所以你現在已經可以開始使用 JPG Compose跟Compose系列的這一些工具 來開發多平台UI 那所以Compose是什麼呢 你可以說它就是一個Decorative UI 就是它是一個UI框架 那它是用韓式的方式來描述UI 以及它的狀態 然後它是完全用Colin來開發的 所以你在寫UI的時候呢 你不再需要依賴XML 而是全部依賴Colin的程式碼 然後它是TypeSafe 對你來說是相對比較簡單 那在Desktop上面的話 他們是把它用Skia來做Rendering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其實 跟其他的這個多平台的這個Solution 有些地方是類似的 那所以等於是Android團隊 就Google的Android團隊 跟我們JPG團隊 建構起一個所謂的Compose生態系 在Android的部分 Google那邊的團隊 會去持續開發JPG Compose 那你可以拿它來寫 就是Mobile的這個UI 那透過Colin Multiplatform 這樣的一個應用 我們JPG團隊把它porting到 Compose for Desktop 你可以用一樣語法去寫桌面軟體 那另外一個就是你可以拿來寫Web 就是拿來寫網頁 所以只要是寫UI的部分 都可以透過Compose的語法 來做這件事情 好那講那麼多 其實我覺得還是實際上寫給大家看 可能會比較有感覺 所以我今天就拿了一個 我覺得大家可能接下來 都會遇到的一個範例 按下去之後它會隨機抽六個號碼出來 那抽出來的號碼都會變顏色 所以等一下UI應該會長這個樣子 好那接下來我要請Karen來幫我一下 那那個 我現在要發誓就是我現在用的這個東西 是IntelJ IDEA 那你可能跟你手上的IntelJ IDEA 看起來有點不太一樣 那是因為我用的是 接下來我們IntelJ IDEA 你會看到它現在已經標記成old了 所以表示已經過時了 那我們就換一個新的 就是Compose Multiplatform 那這邊可以選擇 你要用Single Platform 或是Multiplatform 那我現在會先選擇Single Platform 那它這邊當然是可以選Desktop或是Web 那我先專注在Desktop部分 等一下我們會再延伸到Multiplatform 好那你Create之後呢 你會看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那你看一下它的專業結構 其實對各位來說應該非常熟悉 就是一個標準的JVM的Application 就會只是說語言是用Calling 那你的PackagingNet 或是Main.kt 這些大家應該都蠻熟悉的 那只是說在Calling裡面 你的程式進入點是Main.kt 然後裡面要有個Main function 那假如你以前是寫Android的話 那這些東西就是寫在MainActivity裡面 所以其實邏輯上差不多 好所以我們今天要先從一個基本的 這個Compost for Desktop的這個架構開始寫 所以我要先給它一個Main function 在Main function裡面 我需要先有一個Application 就是整個Compost的那個框 那在框裡面呢 我希望給它一個Window 讓我可以開一個視窗出來 然後設定一下它關閉的時候的動作 以及這個Window的Title 那Title可能就是 比方說Lattery Machine 然後我要設定一下WindowState 比方說我的WindowState呢 你可能在意的是它的Size 那你的Size 它用的一樣也是Android的 這種DP的Size的設計 所以我比方說我要500個DP跟700個DP 那基本上我希望是一個長的視窗嘛 因為我是一個樂透機 然後再來就是我可能希望它放置的位置是在 我畫面的中央 好 那這樣定義好之後呢 我就會開出一個像這樣的視窗 好 那我實際上跑給大家看一下就是 跑起來應該就會有一個空白的視窗出來 那有這樣的一個視窗之後呢 基本上我們接下來寫的內容就是在這視窗裡面 那這裡面呢就是我要寫出來的 JPG Compose的UI 所以你會看到我現在開出一個空白的視窗 那接下來就是寫在這裡面 好 所以我們來說 這個Compost Multiplafone在JPG Compose的部分 應該有很多地方都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說它是一個Multiplatform的一個Library 所以所有你在JPG Compose裡面熟悉的那些package 包括Runtime、Foundation、UI、Material 這些東西可以直接原封不動搬到Desktop上面來 好 所以假如各位有寫過JPG Compose的話 那應該對這個東西比較熟悉 那剛剛因為沒什麼人說他看過 所以我就稍微寫一下 我在我的package裡面先建一個檔案 那這個檔案我先從那個球開始寫 好 所以我先寫一個ball 那在JPG Compose裡面它的慣例是說 你要開一個function 這function的名字是用大寫開頭 那大寫開頭雖然說跟原本Calling的function 這個coding style是不太一樣 但是在JPG Compose裡面 慣例都是用大寫開頭 那在這個ball裡面 之所以這個function會變成一個原件 是因為我加了一個composable的annotation 那Calling compiler在compile的時候 他把它變成JPG Compose的這個原件 然後在這個ball裡面我可以寫 JPG Compose裡面原本就有的原件 比方說我希望有一個box 然後這個box呢 我希望改變一下它的外觀 所以你會看到我會用這個JPG Compose裡面的 modifier來做UI的改變 比方說我希望它的size是40個dp 然後我希望因為box本身是一個矩形的正方形 因為我剛剛size是4040 所以它是一個矩形 那我希望它可以變成圓形 所以我可以用clip去把它切成circle shape 然後再來我希望它背景要有個顏色 不然我才看不到它 所以我要加一個background 那background的顏色我們就用灰色 好那寫JPG Compose 還有一個很方便的地方 在於說我在寫的UI的時候 我可以根據這個原件來做預覽 我不需要把它放到你的stage上面 才開始做compile 然後run整個app起來 我可以根據某一個我想看的原件去做預覽 所以預覽的方式很簡單 也是寫一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我自己的慣例是 原件的名稱加上preview 然後我裡面就是放我剛剛的那個ball 就是我剛剛看的原件 然後它本身一樣也是一個composable的原件 在compose的外面我再加一個preview的annotation 那你會看到當我加一個preview的annotation的時候 這邊就加了一個JPG Compose的一個icon 那這icon是什麼呢 是你假如有寫過JPG Compose的話 那你在Android Studio裡面應該就可以看到它可以即時預覽 那我們也把這東西搬到desktop上面來 所以你在IntelJ IDE裡面裝一個compose multi-platform IDE support 那一裝這個IDE support之後呢 你就可以寫一個preview的annotation 然後它自動會幫你把這個東西加在這裡 好 那我們點一下它 它就會開始幫你去做compile render出這個畫面來 那Render出來也會看到它的畫面應該在這邊 看得清楚嗎 就是有一個球 好 那接下來我就開始把這個號碼加上去 所以我需要加一個text 那這個text的字呢 我把視窗拉大一點 好 這個text上面的字樣我希望是 比方說先寫個1 然後我可能要先上個顏色 因為它是在灰底上面嘛 所以我希望它顯示出來是白色的 然後再來我可能設定一下它的phone size 比方說它是30個SP 然後我可能會需要 我先預覽一下好了 先看一下現在效果 好 你看它現在其實是放在球上面沒有錯 但是它稍微有點偏移喔 所以我想要稍微來修正一下這個偏移的問題 所以我用modifier一樣是改外觀 都是用modifier來改喔 那我一樣先把它的size設定成40SP 然後我要用一個offset 我的modifier是不是加錯了 OK 好 然後我想要加一個offset offset的部分呢 我希望它稍微有一點點偏移 所以我一樣也是讓它稍微修正一下 好 這樣預覽一下 那它應該就會修正回來 所以你看它會開始做一些不一樣偏移 那你可以偏移到你自己覺得OK的位置喔 比方說你覺得這邊不夠 那我就再加一點點 OK 好 那先做到這邊就好 就是我們先讓它大家知道說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控制你的球 那再來就是我希望在這個球 我們說要排成7乘7的矩陣嘛 所以我必須把它放在一個 另外一個元件裡面 那當然這個元件的怎麼樣做堆疊跟設計 這個你自己可以決定喔 那我這邊就設定一個叫做 那一樣它也是一個composable的元件 好 那有這樣的一個元件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寫一個7乘7的矩陣 那我要提醒大家就是 當你在寫compose的時候 基本上它所有的語法都是Colin語法 所以在compose裡面的元件裡面呢 你是可以用任何你已經會的Colin語法來寫 那我這邊就是希望可以先做出一個排版 所以我可以先用 JPG Compose裡面的Column跟Row 去做出一個 一個 橫的列跟直的欄 所以我們就把它先做出來 然後我在畫這個Row的時候呢 它其實是每一個Row裡面有7個 對不對 所以我總共其實是有1到49個 我先創造出一個range出來 然後因為我每7個要換一個Row 所以我這邊就用collection的chunk 去把它切成7段 然後就把它用for each把它印出來 那 那它印出來的時候呢 每一個其實就是一個Row 然後就把這個Row先搬進去 在這個Row裡面呢 應該就是有7個球 所以我要把這個7個號碼 從Row裡面再拿出來 所以我再把Row裡面的for each 裡面就會是一個一個的number 然後我裡面就會放ball 好 我們先看一下這樣應該就可以預覽了 那我剛剛有用那個live template 所以我可以直接做出像這樣的一個結構 好 那這樣做出來之後我覺得不夠滿意 為什麼 因為球太近了 我希望球可以稍微拉開一點點 所以 我在Row跟collection身上 再加上modifier 然後我希望可以先設定 Row的話是設定它的寬度 所以我先把它的寬度設成300個DP 所以我先把它的寬度設成300個DP 然後我希望可以說它的這個水平的arrangement 部分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我一樣也是開一個modifier 然後用modifier 點 我是要調它高 所以我把height設定上去 一樣也是300個DP 然後這個地方我要用的是 因為剛剛是horianto 現在是vertical 所以是vertical的arrangement 也一樣用arrangement 點space around 好 我們要重新排版一下 然後我們來預覽一下現在的效果 那它應該就會稍微撐開一點點 這樣可以嗎 那你可以調到你自己覺得 滿意為止 那再來就是我希望這個球 不應該全部都是同一個號碼 所以我需要把這個number 丟進我的bow裡面來 好 丟進去 那當然intel這台地位一定會跟你講說有問題 所以 你這邊請它把這個parameter 丟進bow的function裡面 然後我們進來bow裡面看一下 它這邊就會有一個number 那我想要把它改一下名字 我把它叫display number 因為等一下會太多number 我怕搞不清楚 所以我把display number 放進來之後呢 我就可以拿來顯示在我的字上面 好 所以這樣寫完之後你會發現 這邊preview就出錯了 為什麼 因為preview這邊的數字你要自己帶進去 因為它不知道你要怎麼進來 所以你這樣做好之後 我們再回到matrix這邊來看一下 那應該它就會把所有的號碼放進去 所以你會看到 這邊就是1到49個數字放進去了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有這樣的結構之後呢 接下來我就希望可以寫一個screen 這個screen我把它叫做 Lottery screen 那這個screen其實就只是把 剛剛的這個matrix跟 好 果然不能打錯字了 好 然後我們就要 這個screen其實只是要把剛剛的 我們說的這個 這個ball matrix 跟我們要放一個按鈕上去 好 所以放一個button 那button最重要就是要有個unclick事件 讓它可以觸發一個事件發生 然後在JPG Compose裡面 所有的元件都只有定義它的功能 沒有定義它的實際上長相 所以以button來說 它只是一個可以點的一個空間而已 它沒有定義說button應該長什麼樣子 所以在button裡面 假如你要顯示是一個字的話 你必須自己把字放進來 所以這個地方我就把它叫做 Draw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screen 畫出來的結果 好看起來就像這樣 好那假如你覺得不滿意 那當然一樣我們調一下排版 比方說我們希望 這個content alignment 我先把modifier加上去 不對是 horizontal alignment 我要把它 放到正中央 好所以 再來就是你覺得那個 matrix跟button之間好像太近了 所以我還可以加一個spacer 一樣也是用modifier的方式去 調整它的padding 比方說的padding的top 我希望可以 我希望可以 我希望可以有個十個dp 好了 好讓它有點空間 不要太急 好預覽一下 好所以它應該會放在正中央 然後會加上一點空間 好那有這樣的東西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到 我的man上面來 好所以我man這邊呢 我一樣也是先用一個box 那當然這些東西都是為了排版 那我一樣用modifier去 讓它放到整個畫面的最大 然後再來就是我希望它的content alignment 是用alignment底下的center 也是放置中 然後我在裡面放這個lattery screen 好那我這次就要真的跑給大家看了 就是讓它整個run在應用程式裡面 好所以看起來應該ok 然後按按鈕沒有反應 那是因為我還沒有寫這個event handler 所以我們回到我們剛剛的這個lattery screen 那這邊我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希望在這個onclick的時候呢 我可以更換上面的數字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就開始進入到 所謂的compose的狀態管理 所以我希望有一個lottery numbers 那這個numbers其實就要放我抽出來的 這個六個號碼 那這六個號碼其實就是一個list 那所以我希望它在更新的UI的時候 可以記住剛剛這個狀態 所以我用remember底下的mutable state 然後我會放一個list 然後這個list裡面呢是一個int 然後這個list裡面呢是一個int 好那一樣就是缺著我們就import一下 對嗎 好因為它 它在import那個package的時候呢 有時候它們會抓不到getValue跟setValue 好等一下我會去改這個數字 所以會變成var 然後再來這邊我需要有一個service 比方說它叫做ruffle 就是抽獎的一個service 好這個service也沒有做好 所以我們把這個create鍵起來 我們把它放在service底下 那一樣我希望它有一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就叫做draw 然後我從star是int 它預設只是1到end是49 然後我要抽出多少個呢 我用count 抽出6個 好我的return是什麼呢 我的return是start到end 這也是collection裡面做range 然後我先把它隨機排列 然後拿出我要的count 好修正一下我的return type 然後再把它變成expression body 修正一下你的coding style 算一下換行 OK好做好了 再回來這邊 有service之後呢 我就可以到我的event listener裡面 跟他說我的lottery number 每次按下去的時候呢 會用我的service去做一下 那當然我已經把所有的預設 都放進去了 所以我這邊可以不給參數 那我們再把剛剛的這個東西 跑起來 看一下我們是不是做出來了 好 好 完全沒有動作 為什麼呢 因為我忘了把球亮起來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進到這個ball matrix 我應該要把這個 這個剛剛抽出來的這個數字呢 丟進我的ball matrix 所以丟進去 一樣把它修正我的parameter 丟進ball matrix裡面 進來ball matrix以後呢 我其實想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是每一次我在這個球丟進去的時候呢 我要跟他講說 你的這個number是不是在我的lottery number裡面 好這邊又換ball有問題了 我們再修正一下 我在ball這邊就要加一個parameter是布林值 那這個布林值 我把它重新命名叫 is selected 那所以我的background就要根據這個selective的狀態來做調整 比方說我要 if is selected 那他應該是color.red 那else的話 就是grade 好 然後這些 當然UI preview部分你都可以自己修正 那我這邊先 節省時間 我們先把preview部分先砍掉 有機會你自己在修 好 那跑起來應該就可以有效果了 我看看 好 這樣就做完了 這樣可以嗎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抽獎機 所以大概可以讓大家知道 就是你今天可以把jpack compost所有的原件 通通搬到desktop上來用 那剛剛講的東西都是jpack compost跟compose 和desktop一樣的地方 那不一樣的地方有什麼 那這邊都是跟desktop有關 基本上mobile跟desktop他們運行環境不一樣 因為整個android的作業系統跟你桌機的作業系統是不一樣的 那以life cycle來說 desktop相對比較簡單一些 畢竟他不用處理很多手機上面才會發生的事件 比方說這個app被丟到背景啦 或者是有人打電話來 或者是你的螢幕旋轉這些東西相對比較不會發生在desktop上 那再來就是全線控制的部分 桌面的這個全線限制相對於android的這個mobile來說 是相對比較少一些 所以在一些地方會有些差異 那再來就是UI UX的部分 剛剛看到我們都是用jpack compost 那jpack compost基本上都是用material design來做設計的 但你可能要思考一下就是說material design 這些UI設計適不適合放在desktop上面來 那像material design他們有時候在設計的按鈕 會設計的超大 是因為你在手機上面要按嘛對不對 怕你的手指按不到 可是這麼大的按鈕放在desktop上面 然後用一個這麼小的滑鼠去點 其實有時候不太合理 所以你可能要想一下 我們是不是應該在desktop上面有一個更好的UI呈現 所以你會看到社群裡面開始做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比方說他們會設計一些thing 比方說這邊右邊的這個thing 就是他們模擬做出macOS的thing 你看到不管顏色樣式都是mac上面的樣式 所以你假如用jpack compost 你換一個thing之後看起來就會比較像原生的UI 另外這個地方我不知道大家覺得有沒有很熟悉 這個就是inteljidea的thing 就是假如你今天想要用jpack compost寫一個inteljidea這種id的話 那你就靠這個thing看起來就會長一模一樣 所以這個其實都是做得到 那當然假如有時候你的情境可能不太一樣 比方說你想要做類似像office那種效果 那也有人做出叫aurora的UI原件庫 那做起來的效果你看有各種不同aurora的thing 所以做出來的樣式會更符合desktop需要的那個 環境的需求 所以在UI UX部分也是不太一樣的 再來就是desktop上面其實有些特有原件是在mobile上面沒有的 比方說window的東西在mobile上面是沒有 所以你在剛剛在寫的時候 你看我最外層會先用一個window來放所有的jpack compost的原件 那其實window本身也可以算是一個原件 甚至在桌面上有時候window不止一個 menu那當然在mobile上面也會有一些menu 只是說在desktop上面的menu是所謂的 假如說你是在linux或是window上面的話 它是黏在window底下對不對 那假如你是mac的話它是黏在最上面 所以就看你自己的作業系統 它顯示起來的menu效果不太一樣 tooltips這個東西在mobile上面也沒有 因為沒有滑鼠嘛 所以在desktop上面他們有多一個叫tooltips的這個原件 那當你的滑鼠碰到這個UI的時候 它自己就可以講說這個東西是什麼 那這個不管是tooltips的樣式 或是裡面要顯示的文字 也都是可以自己設定的 trail trail的話就是在desktop上面 後來都會放在這個右下角或是 右上角的那個系統通知 你放一個小圖示在上面 然後你就可以當成應用程式的另外一個入口 那這個也是desktop上面才會出現的一個原件 那scorebar當然scorebar在手機上面也會有 因為這個畫面大小不一樣 不過操作的邏輯跟方式有一些不太一樣 那在scorebar在desktop上面大家應該很熟悉 就是你可以去定義它要怎麼捲動 然後還有就是捲動的樣式 或是那個scorebar長什麼樣子 這個東西都可以調整 那再來就是notification 就是在desktop上面現在都有notification center 那只是說它這個通知跟mobile有點類似 但是樣式還有這個互動方式有稍微有些不太一樣 那這個在desktop上面也是有的 那再來就是事件的部分 在desktop上因為有滑鼠跟鍵盤 那滑鼠部分你就可以拿到 比如說滑鼠移入滑鼠移出 或是滑鼠移動中 那滑鼠移動中的話 你可以拿到滑鼠當下那個坐標 然後你可以拿來做一些其他東西 那再來就是鍵盤的部分 當然在mobile上面也會有鍵盤 只是說你在操作上面跟實體鍵盤 就桌機上面用實體鍵盤 還是有一些不一樣 比方說我們可以拿到keydown跟keyup 就是鍵盤按下去 跟拿起來那個事件 那另外在desktop上面 也有一個很特殊的鍵盤事件 叫做keyboard shortcut 就是假如你今天要寫一個intel 這麼複雜的ID 那你就要綁很多快速鍵盤 那這個東西也是在desktop上才有的 在開發生態系 其實兩邊其實有蠻大的差別 就是假如你是android的開發者的話 你可能很熟悉所謂的architecture的component 包括view model navigation 或是一些資料儲存 room或是dependency injection的hield 還有這個firebase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在desktop通通都沒有 那聽起來好像很慘但是不會 因為desktop部分 我們說它是一個完整的jvm的application 所以所有jvm的生態系 可以用的東西你都可以拿來用 那你剛剛提到的這幾個東西 都有替代方案 比方說navigation部分 你可以用decompose 那這是一個另外一個開發者寫出來的框架 它把ui層跟邏輯層把它拔開來 所以你可以用它來做一些架構面上的調整 那假如想要存取資料的話 就是用sql delight 那hield的話我們也會有dagger 然後假如你現在用log的話 原本是timber 那現在可以用argo 所以其實開發生態系 就是你要稍微換一下不同的package 再來是發布管道 就是在compose for desktop 我們剛剛在這個專案裡面 你可以看到gradle旁邊 這邊有一系列是compose desktop的tasks 在這個tasks裡面有一系列package的工具 那它可以根據你所在的作業系統去做打包 那不過我要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它打包的時候呢 你假如今天你是mac的電腦 那你就只能打包出mac的 所以你假如要打包出三個作業系統的話 你要有三個作業系統的機器來做打包 那假如你想要在同一個平台上面打包三個作業系統的話 在compose for desktop的文件裡面 它有提到有一個付費軟體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假如有需要的話再去看一下那個文件 那再來就是在desktop上面沒有play store 那當然各個作業系統有它自己對應的store 但是想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假如你今天要做所謂的auto update 自動更新的時候 在desktop上面通常得自己做 所以你可能要用update for j 之類的去做這個自動更新 或是你要follow你現在做的這個平台 這個作業系統裡面的那個store 它要怎麼更新 那這個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說了那麼多 那你會覺得compose for desktop到底好處在哪裡 我覺得可以總結幾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對於你是coling developer來說 單英語言 你可以同時在各個平台去做開發 對你來說是相對方便的 那再來就是假如你熟悉了compose的語法之後 那你在desktop跟在mobile上面的語法 基本上是相同的 你可能只是需要換一下sync 再來就是它可以用到所有成熟的 JVM生態系裡面的所有工具 所以你不需要很多東西都要靠外掛 plug in或者是等別人幫你開發 那你可以直接用JVM已經成熟的東西 再來就是假如你很特別 你需要寫swing 你本來就在寫swing的話呢 compose for desktop也可以跟swing互用 不管是compose for desktop裡面 去裝一個swing的東西 或是在swing裡面去 互叫compose for desktop 它是可以interrupt的 所以這個對於某一些寫 desktop的developer來說也是有蠻有幫助的 那不過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說呢 其實你是可以多平台共用UI 那我們剛剛提到 因為語法是完全相同的 所以其實我可以把 剛剛我寫的這些desktop的這個UI 直接搬到Android 或是你反過來 從Android搬到desktop也可以喔 那所以我們剛剛在開專案的時候 我說我開的專案是一個 compose的single platform對不對 但假如我今天開的是一個multi platform的話呢 那狀況就會有點不一樣 所以我今天最後一個demo就是來跟大家看一下 怎麼樣寫multi platform的專案喔 好你假如開好這個multi platform專案的話呢 你會看到它的這個架構會變成像這樣 你會看到最上面有一個Android的資料夾 最下面有一個desktop資料夾 那這兩個資料夾呢 都是寫你的application主程式的地方 那中間有一個comment的資料夾 這個地方呢就是放你的共用UI 以及你的商業邏輯 商業邏輯 那在comment底下呢 又會分三個資料夾 一個是Android main 一個是comment main 一個是desktop main 那為什麼要分這三個資料夾呢 因為在comment main裡面 你要寫所有跟這個核心邏輯 跟UI的部分 但是有時候你會遇到一些狀況是 Android有的東西 Desktop沒有 或是Desktop有的東西 Android沒有 那你在UI上面要怎麼呈現呢 你就可以用Colin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叫做expect跟actual 也就是說你在公用核心的部分 你說我需要有一個原件 那你expect它 就是你期待會有一個這樣的原件 然後你必須在Android 跟Desktop main裡面去實作那個actual 就是實際上它長起來是什麼樣子 那透過像這樣的一個compile之後呢 在各個平台上面的呈現效果 就會有點點不太一樣 那用這種方式來做到所謂的 UI的盡量 就是最大化的共用 以及讓你可以multi platform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的程式 我們的程式剛剛 我已經把我剛剛在這個Desktop這邊寫好的東西 放在Desktop裡面了 不好意思喔Kevin 讓你手好酸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剛剛跑起來的效果 就是這個mainkt這個 這個跑起來的效果是跟剛剛 我寫出來的東西是一樣的 好這是我們剛剛寫出來的 好那我們現在要把這一堆東西 從我的Desktop搬到comment裡面去 然後讓Android可以直接用 所以要怎麼做呢 我們就要開始搬程式嘛 所以你會看到comment main底下 當然你會看到這邊還有一些test 結尾的資料夾 那是放test的 好那我們就先忽略它不管 我們先把我們剛剛寫好的UI跟Service 從Desktop慢慢慢慢搬到comment底下來 那當然這個過程中 Intel這idea會幫你把package重新命名 然後那個namespace這些東西都會重換 所以你會看到我本來是放在Desktop底下的Service 現在變成comment底下的Service 那已經搬好了 搬好以後呢我先確定一下我Desktop是不是還可以跑 好所以我先跑起來 那這一次就變成是剛剛UI部分都是在comment做compile 然後我Desktop也會另外compile compile完之後我會去抓comment底下的UI過來用 所以你會看到程式基本上是沒有壞掉了 好那我們先來看Android的部分 那Android因為已經有comment的部分可以有UI了 所以我在我的main activity裡面 我就可以直接跟他講說我要這個Lottery screen 你可以看到Lottery screen它的import是從comment拉過來的 就不是從Desktop是從comment拉過來 所以這個時候呢假如我去跑Android的話 那它就一樣也會把comment的Android部分compile出來 然後讓Android部分去抓comment的UI來用 所以兩個部分的UI長起來就會長得是一模一樣 OK然後你會看到程式基本上也會動 因為service就是business logic的部分也全部都是在comment底下 好那有這樣的一個基礎之後呢 我們來模擬一個情境 就今天假如我在Android上面 我希望在這個抽獎球上面放一個logo 這個logo呢我現在是我放在這個comment底下 是comment喔不是Android喔 comment底下的Android面 我這邊有一個drawable的logo長這個樣子 就jccom 但是這個o的部分呢我把它換成jpegcompose的logo 那在Desktop部分呢我也希望放一個logo 但是這個logo我要長得不一樣 在Desktop部分你會看到resources底下也有一個Desktoplogo 那這個logo呢也是Jccom 只是這個地方的logo換成compose multi-platform 所以我現在希望可以在這個UI上面做一些改變 那所以我在我的comment的component裡面呢 我要放一個新的檔案叫logo 這個logo本身也是一個composable的原件 那我這邊先不管預覽的部分喔 好這個logo呢因為在comment底下 我不知道各平台要怎麼做 所以我都不做實作 我把它加上一個叫expect 概念上有點像是你要用寫一個interface那種感覺 然後我在Android這邊Android面 comment底下的Android面 我在這邊加一個package 叫ui.component 然後我再加一個叫做logo的file 那這個地方呢它一樣也是一個composable的原件 名字一模一樣都叫做logo 然後我這邊要做的事情是我要用Android上面的image 然後我的這個penterresource 我要用Android上面才有的r 加上drable加上androidlogo 好這個該input的input一下 該刪掉的刪一刪 然後image它一定要加一個content description 那這個我把它叫做androidlogo 好那這樣我的android部分就implement出來了 那再來就是我在我的desktop部分 一樣我也是一樣的結構 我先開一個package是ui.component 然後我要開一個logo的file 一樣也是composable 但是有一些東西我先移掉 然後這邊我一樣也是用image 只是這邊的image它的penterresource 跟在android那邊不太一樣 我這邊寫的是直接寫剛剛這個檔名 我就沒有r 因為r是android才有的喔 content description一樣也要加 這是compose的要求喔 所以這邊是desktop的logo 好那有這樣之後呢 記得我在這邊都要加actual 就是我這邊是實作 所以我剛剛另外這邊的logo 也要加actual 所以你會看到這樣actual之後 他就知道說他要去找expect 就是要去找這個comment的expect 好那這邊有一些紅色的字 我們先不用管它compose 是會過的喔 好那有了這個東西之後 我就可以在bowl matrix 不對不是bowl matrix 是screen上面 這是我們剛剛的screen screen上面有一個bowl matrix 然後有一個button在下面 然後我們現在希望在bowl matrix上面 加一個logo 那你會看到這個logo是哪裡的logo呢 這邊你會看到他抓的是comment的logo comment的logo 但是等一下compile之後 假如是compile成android的時候呢 他就會去抓android main底下的logo 假如是desktop就抓desktop底下的logo 所以用這種方式他就可以抓到 expect跟actual的差別 好所以我們現在就來做最驚險刺激的run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android的部分 跟desktop部分 我們同時都run起來 看看跑不跑得起來 好那當然這個size之後有機會我們再修 但是看起來應該大家可以看出差別 就是假如desktop的話 他出來的圖片跟在android這邊出現的圖片 就不一樣 好那當然你也可以根據你的layout來做改變 比方說你今天在android上面你的logo的大小 跟在desktop這邊的大小也可以做微調 就是看你自己的UI來做調整 那基本上程式的部分應該都是可以共用的 OK好這樣可以嗎 就是基本上兩邊是可以共用的 那所以這個東西我們推 應該說這樣推展下去 它的終極就是所謂的calling multi-platform 所以今天假如你要寫各個平台的UI 比方說iOS、android、desktop跟web 那在目前calling multi-platform的設計底下呢 android底下就是用JPG Compose desktop底下就是compose for desktop 在web底下是compose for web 那iOS目前還沒有做實作 所以你iOS的部分你要用swift的UI 你可以用swift的UI 然後底下可以有個common calling的方式 就是你的business logic 是全部都用calling來寫 那剛剛那個主持人有問到一些問題 就是那聽起來calling 現在有很多multi-platform的一些專案 這些專案之間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我給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剛剛講的compose multi-platform 就是我們說這三個 就是android、desktop跟web 三個東西都可以共用UI的部分 共用UI的部分 那你之前可能有聽過另外一個叫 calling multi-platform mobile 它其實是希望你可以做出一個 就是同樣的一個專案裡面 可以同時輸出android跟iOS 所以calling multi-platform mobile 這個專案他們幫你做的是這兩塊 那所以假如你終極 你把它全部都做完的話 你其實就可以把剛剛這兩個專案 全部合併在一起 只是有的部分 UI層做的是不一樣的 然後common的部分可以一起share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 calling multi-platform 那所以今天我們在講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都是著重在UI這一層 那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說 那UI除了我們剛剛說的 mobile UI、desktop UI、web UI之外 還有什麼地方可以有UI 比方說terminal是不是一個UI 所以Jack Watson 就是一個很知名的android大大 他們就有做出一個實驗性的專案 那他們就拿jpg-compose 去做出terminal的UI 所以你今天假如要寫一個 比方說juni的test的輸出 你是可以用jpg-compose的元件來寫 所以他可以把它做到這種極致的狀態 就是說所有的UI都可以用jpg-compose的邏輯去寫 那對你來說是蠻有潛力的 好那大家也會好奇問我說 那有沒有實際的案例 就是誰在用compose for desktop寫app 因為我知道現在可能寫desktop app的人 應該是越來越少了 那當然我們Japrance的風格 就是吃自己的狗食 就是我們Japrance自己就是使用者 所以各位假如有用過我們Japrance ID 然後有用過toolbox app的話 這個app是三個平台都共用 然後UI長得是一模一樣 那它就是compose for desktop 做出來的production案例 所以假如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下載這個app 然後裝裝看 你可以體驗一下compose for desktop 用在你的電腦裡面的感覺 所以我們最後快速回顧一下 今天基本上講幾個觀念 第一個就是 假如你今天想要寫desktop的app的話 我覺得compose for desktop 是一個開發桌面軟體的一個新選擇 謝謝 然後再來就是compose multi-platform 它是可以讓你的UI 可以在多個平台之間共用 那最後就是講 所以colin其實是一個多平台生態系 它不只是一個語言 它提供了一整個多平台開發生態系 從語言到library到UI框架 什麼通通都有 所以以後你要寫多平台的時候 colin對你來說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假如今天聽完之後 你對於這些主題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從幾個地方下手 那我記得我一開始在研究 compose for desktop的時候 所有同事都跟我講的第一句話是 那你先看JPG Compose吧 所以你要學這個東西呢 先從JPG Compose的官網看 先了解所有的component要怎麼用 然後再來你想要了解 desktop部分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那你就看一下compose for desktop官網 那這個是在JPG的網站 那個是在Google的網站 各自有不同的負責的區域 那你在看compose for desktop的時候 一定要看這個叫做 composeJPG的這一個repository 它裡面有兩個資料夾 你一定要看 一個是tutorial 裡面有很多markdown檔案 它講了很多 desktop上面用compose的一些技巧 然後再來example裡面呢 它有非常多的範例去寫 怎麼樣用compose寫multi-platform的app 那當然有最經典的 所謂to-do app to-do app 而且它可以寫出 iOS啊 Android啊 desktop跟web 各個方面它都有寫出來 那再來有幾個影片 假如大家有興趣 我覺得一定要看 第一個是compose multi-platform的故事 那這個故事裡面 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時間軸 他有邀請到Jim跟我們那個Nicola 來解釋他們當初是怎麼一起合作 然後把JPG Compose 變成compose multi-platform的故事 那這在10分鐘左右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再來就是我的同事 他們有講一場就是introducing compose for desktop 那這一場也是在講很多跟compose for desktop 很多基本觀念 那有些部分跟我剛剛提的有些重疊 那再來就是我另外一個同事 他有在joycon上面分享 就是他本身是一個Android developer 那他學會JPG Compose之後呢 他跳過來看compose for desktop 所以他從一個Mobile developer去寫說 去講怎麼樣用compose for desktop 來做desktop的app 然後他中間遇到的一些比對 跟他覺得需要解決的問題這樣 那這三個影片我覺得大家看完 對compose for desktop 就有蠻多的認識喔 那假如你真的最後看完後覺得 哇用Colin寫多平台 你想要看看還有可以到多個平台的 那種感覺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 John O'Reilly寫的一個repository 叫people in space 那這個repository我覺得非常厲害的是說 他把所有你想得到的UI都寫出來了 除了我剛剛講的 iOS Android Desktop Web之外 他還寫了watchOS 就是手錶 就是watchOS跟Android的這個watch也有 然後還有一些TV型的這個UI 他通通都寫出來了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 他是怎麼樣在一個repository裡面 把所有的平台的UI跟這個application都寫出來 是完整的不是只有UI而已 那這個我覺得是一個非常經典的範例喔 那另外剛剛那個Kevin也有提到 就是我們有寫鐵人賽 今年我就用這個當成我的主題喔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今年IT鐵人賽的 傳教士的compose for desktop更讀筆記 那我把30天有把所有desktop的原件都跑了一次 然後還有講一下怎麼用CICD做出你的打包 以及桌機跟mobile的差異喔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當初算得非常精準 就是剛好在昨天晚上是完賽的那一天 所以我今天就可以剛剛好可以跟大家講說我寫完了 好那假如有興趣的話可以來參加我們calling社群 我們calling社群有個網站叫callingtips 那你只要掃這個qrcode可以加入我們的這個讀書會群組喔 那這邊要稍微聲明一下 就你掃這個line的qrcode的時候呢 會掃到我的qrcode 就是會加我朋友喔 那不是要騙你的朋友的帳號 而是因為我們要管制line群的那個廣告機器人 所以由我來當那個機器人來管制喔 所以你掃我之後呢就會加我 然後我就把你加到裙子裡面去 好那telegram的話你可以直接加 好那再來就是我之前有寫一本書 我們剛剛在示範寫這個七乘七的矩證的時候呢 有用到很多collection的方法 或是在抽獎的時候也用到一些collection的方法 那我之前也是寫鐵人賽的時候有寫collection 所以假如你想要了解collection裡面兩百多個方法 以及我有整理一張這個全彩的素材地圖 你可以去下載下來 到這個網站collection.collection.tips 那還有一個全彩地圖 那你去可以去搜尋說 當你要做什麼動作的時候 在collection裡面collection的master名稱叫什麼 那還有一些實物範例 那大家有興趣還可以看一下 那另外我平常有在經營粉絲頁跟youtube頻道 那找一下craftman coding人署 就可以找到我 ok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那這邊是我的連絡資料 假如有興趣還可以跟我保持交流 謝謝大家